大家好,期术,欢迎回到评论,今天和大家分享进码推出的相机使用的锂电池 我手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给佳能系列推出的E6NH 另外一块是给索尼系列推出的FZ100 主要针对的就是一些中高端的机型 那么我在佳能的EOS R5和索尼HM3上面使用了一段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使用的体验 作为在中国大陆销售的产品,中文标识应该是一个合法合规的基础 其次就是有它的商标,生产商,制造商,以及是执行标准 电池的规格和详细的信息和注意的一些事项 我觉得这是一个合格产品,起码应该有的一些信息 而不是像很多玩家买到电池后面,好像长得像logo一样的东西 和一堆乱码,一堆英文,你根本没法快速的了解到它的信息 并且你去翻译一下英文内容,它只是放了一个安全须知在上面 任何电池的参数它都不敢标上去 那么电池的品质你大概也可以猜想到了 同时我在这一段时间使用下来 我觉得说静马电池电芯的品质也是比较不错的 首先它符合中国的Gb的国标 同时我们在使用在佳能相机和索尼相机上面的续航表现 我觉得也是很理想的,可以满足我自己差不多一天的拍摄的需求 如果说是一块电池还不够的情况下 它搭配的这款Type-C充电的底座也很不错 直接用USB的电源或者说是你的充电宝给它进行充电 像我自己在澳门玩的时候 就是用一个小米充电宝给它去充电 这样子的话我两块电池 一个在相机里一个在外面充电 几乎可以做到无线续航的一个效果 并且在使用过程中整个电池的走势是非常线性的 它不会突然的大幅度的下降 甚至是断牙式的断电 以及说它的发热量也是比较小的 这样说明它的电芯的品质 或者它的电芯的内阻是比较低的 这样我们使用过程中也会更加安心 也避免素材丢失的一个风险 因为一些劣质电芯它内阻比较高 发量比较大 那相机可能会因为它导致提前过着保护 或者说瞬间的掉电导致它断电 让你的素材会丢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相信说到这里有很多小伙伴对于假电池 假冒电池和副长电池这个概念 弄的都已经是迷糊了 首先来说一下假电池它不是一种电池 它其实是电源适配器的一个部件 它是把外接的持续供电 连接到相机上的一个工具 另外就是一些假冒伪类的电池 因为原厂电池售价很高 那么制假售价的利润就会非常的丰厚 甚至有的时候你买新相机 商家还给你塞一个假的电池在里面 它可以以一个稍微低点价格 卖给一些新手小白 但是它这个电池可以倒转过去好几百块钱 其实是一种非常卑劣的手段 但是大家确实非常难去识别 并且一颗假冒的电池在二手销售的时候 是会影响到你相机的价格的 因为它一文不值 同时在你使用的过程中 稍微有良心一点的 可能说使用体验还凑合 但是为了利润最短化 我相信有很多假冒电池 它是品质非常差的 它是严重影响到你的拍摄体验的 甚至一度导致很多新手玩家觉得说 这个相机怎么续航那么差 其实是因为它给你配的电池有问题 另外说到一个话题 很多玩家说电池用了一两年之后 就觉得性能下降很明显 其实这个问题主要是在于说 你的电池有没有合理的储存和使用 像我们的离电池 其实你如果说用完之后 它电量已经比较低了 你旺在相机里面放时间很长的话 它是会过放的 因为相机其实只要电池放到里面 它都是在一个待机准备工作的状态下 那么电池电量不断走低之后 它就可能会损伤到你的电芯 过放的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 相信最近很多小伙伴刷到一个视频 就是相机里面的电池没有及时取材 放了很久之后 它直接鼓包把相机的电池舱给卡住了 这种情况主要是产生在一些 便携型的袖真型的相机上面 因为他们使用的是软包理电池 因为软包理电池是比较容易定制各种造型的 它们的电池空间是比较局限的 只能这样去开发 但是像我们一些比较专业的旗舰级的机器 基本上里面使用的都是类似于这样子的原住电池 当然原住电池和软包电池 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和优点 基本上原住电池是不太可能出现鼓包的情况 当然很极限情况我们不去说 但是一定要注意到 无论是软包还是原住 你的电池如果经历过过放的话 它的性能会骤减 这也是很多新手小伴会遇到问题 电池放到相机里 用过一次旅游回来之后 就扔在那里了 再也不去管它 想起它可能是半年可能是一年甚至是两年之后 那么电池大概率就已经是过放损坏掉的一个情况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到 使用好之后先去充电部 然后尽可能去找到一个相对来说 绝缘和密封的空间进行储存 当然这个不是必要条件 但是有的话会更好 譬如说尽码送的你小的盒子 它有一个密封的胶圈 里面还可以放内存卡 这样我们出去带的时候会很方便 而且我们去乘坐飞机等等一些交通工具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概率会要求你的电池和机器分开 并且处于一个断开的状态 绝缘的状态 这个盒子就会非常方便 而且可以放你的内存卡备用一下 如果说你忘带卡了 这里还有一张 这里还有一张就可以接补上来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设计 整体上来讲 我觉得竞码这个系列 我用下来性价比 性能可靠性 而且厂商它的专业度 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并且使用下来体验也是挺好的 虽然相对来说竞码这个电池 比起一些杂牌的没有知名度的电池 价格会更高一点 但是我觉得它的专业度和可靠性的体验 会更好一点 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反复的去尝试 不同电池之间的差别 直接选择这样 比较有知名度的厂牌推出的电池 会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OK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 再无注意 还有更多摄影器的摄影教程 以及含着短片资讯 我是明七叔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